狼群的等级有多么森严 狼王一声嚎叫就能集结所有属下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在自然界中 狼群是一种十分令人着迷的存在 它们以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狩猎策略而闻名 狼群通常由几只到十几只狼组成 有些大型狼群可能包含多达30只或更多的狼 狼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动物群体 其结构复杂且稳定 在食物丰富情况下 捕捉大型猎物时 几个狼群也会合作 临时组建成一个大型狼群 通常一个典型的狼群 有一对夫妻领导 称为头狼或者狼王 他们是整个狼群的统治者 狼王拥有优先的饮食权和最佳的栖息地 他们的决策直接影响其他狼的行为和生存 一个家族中 只有狼王夫妇享有交配权 能够生育子女 其他的狼没有这种资格 在狼王之下 是一群年轻的单身狼 他们可以称为王二代 这些狼在狼群中地位很高 属于狮子级别 通常来讲 这些狼在年轻的时候 会离开自己的家庭 也有留在狼群中的 生物学家就拍摄过长大的狼姐姐 照顾刚出生的狼弟弟 狮子狼离开家族后 通常会加入其他狼群 也有的公狼 会游荡在其他狼群周边 勾引小母狼 得手后生下一群儿女 那么他就属于新狼群的狼王 王二代在本家族狼群中的地位很高 可是他们在其他狼群那里 一文不值 这些狼在整个狼群生态系统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为他们经常组成新的狼群 以增加整个生态系统的活力 王二代下面是外来狼 这些外来狼通常在大家族中出现 家庭耽误的小狼群是没有的 外来狼是经过狼王认证 同意接纳的成员 年龄通常是一至三岁 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 外来狼没有交配权 公狼只有等狼王老了后 或许才能博一博 外来狼在狼群里也会照顾狼王幼崽 毕竟里面可能有未来的媳妇或丈夫 大多数时候 外来狼是配合狼王夫妇捕猎 捕到食物后最后一个吃 外来狼相当于上门女婿 或者远嫁来的媳妇 外来狼地位卑微 但是他们在狼群中极为重要 因为有他们 狼群之间才能产生基因交流 比外来狼还要低贱的是边缘狼 这些狼一般游荡在各狼群之间 又被叫做毒狼 一般攻的居多 母的很少见 这些边缘狼不被其他狼群待见 看到了就要赶 不过他们是真正的创业者 一旦勾引到小某狼 一个全新的家族就会诞生 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 在狼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确保了资源的公平分配 和群体的稳定 然而等级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成云的加入 等级制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狼群通常会有一个或多个固定的栖息地 这些地点通常是安全的避难所 如洞穴或山脊 可以提供保护和避难 这些地点通常靠近水源和食物来源 以确保群体的生存 一个狼群家族的住所 通常在一片区域之内 这个区域就叫领地 每隔一段时间 狼群就会去巡视 撒尿标记自己的领地范围 狼也会自己挖洞 母狼在缠载时通常会这么做 然而 由于食物来源和安全的改变 狼群可能会经常移动他们的住处 这种迁徙可能是季节性的 也可能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 如果冬季食物变得稀少 狼群可能会迁徙到食物更丰富的地区 狼如果老了 会被赶出家门吗 老狼通常不会被赶出家门 除非他是被狼王打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 的确可能会被提出狼群 一般的老狼在家族中不会受欺负 地位也不会变 狼群出动的时候 老狼和小狼会被放在中间 捕到猎物 老狼按照其等级来吃 是窝来狼就要等王二代吃完后再进食 老狼在狼群中的作用是很大的 毕竟狼的智商并不低 他们也是要讲经验的 老狼可以叫狼群中的年轻个体捕猎 狼在快要死的时候会离开狼群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孤独死去 农村地区养的狗也有这个习惯 当然了 城市里的狗也知道这个 他们只是不会坐电梯和开门 如果会的话 在快要死的时候 他们也会独自离开 找个公园当坟地 这是先祖留下来的祖训 因为在狼群中死亡 可能会把瘟疫传播给其他狼 正因为狼群有着这样 隐私的等级划分 所以人类可以驯化狗 在狗的眼里 主人就是狼王 家庭成员在他眼里 就是狼王亲戚 而他只是一个外来的狼 所以对谁都讨好 狼群是自然界中 最神秘的家族之一 通过了解狼群的结构 等级划分和固定的住宿 等方面的知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这个神奇的物种 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也可以进一步了解 我们人类的好伙伴狗狗 关注小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